在10月29号,最让人伤心的就是哈文宣布的那条李勇去世的消息,消息一出网要纷纷表示震惊,一个先活的人就怎么就这么离开了? 一时间网络上权是关于李勇的新闻,就连李勇的女儿法脉图里也被大家推到了风口浪尖,法脉图里大家都知道,他一直在大家印象当中就是一个丑小鸭子角色,网友经常拿来调侃一般,确实法脉图里在小的时候确实是像极了父亲,英勇给我们的印象很好, 但是长相却不尽如人意,英勇也曾自护,在妻子怀孕期间,自己曾和妻子交谈到,就我这长相再加上个小鸭,该多丑了,女儿该不会怪我吧 其实李勇老师的妻子哈文,长得是五官比较精致的了,但是女儿却长得像极了父亲,因为打家的吐槽,李勇夫妇也很苦恼, 不过现在法脉图里已经长大了,如今我们在看他已经是相貌出咒,倾情日历,网友纷纷惊呼,有一种整容叫做长大,其实也有媒体突出了法脉图里, 因为自己的长相之后割了双眼皮,整了包牙,又媒体爆出法脉图里将在美国发展,不打算回国,纷纷骂其忘恩负义, 不过后来有相关媒体求证哈文,哈文的态度很明确,只恢复两个字,没有,现在这个时候,哈文可把脉图里是最伤心的时候,希望媒体不要再给他们带来娱乐的压力了,让他们好好的送李勇一程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